小美人魚的 他們都是同一個夢幻系列的 我之前還有一隻Hello Kitty 但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Pokemon的這個是在 日本機場的免稅店買的 腦肉熟悟的 是在日本 現在收看的是 VS Media 沒事不要外出 外出記得要戴口罩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Mia 歡迎來到Mia的收藏系列 今天要來跟我們分享的是我的自動筆 也是蠻多人私訊我說想要看我分享我的自動筆 首先先跟你們分享幾支是我比較常在用的自動筆 首先是這四支 這四支是同一個系列的筆 這支有點像無意甜品的 我用他們寫出來的字很好看 他們就是一般書局買得到的廉價的筆 不美價 接著是Mono的這個 他們這個系列好像出了五個顏色吧 買了 Diffen綠跟紫色 上面的橡皮它是用轉出來的 還蠻方便 初心的按鈕在這裡 它也可以用搖的 也是搖搖餅 再來是這一支 年輕熟到不用再介紹的 在日本福岡買的 這個也是在日本福岡買的 它是你的名字 這部電影出來的時候出的一支 這邊寫URINATE這兩支 它是0.3的 有一陣子我很喜歡用0.3的筆 這個的新版 新版的畫質 它是小飛象 這個你們應該看過很多次 以上這幾支是 我很常用到的一些筆 接下來可以分享幾支比較雜牌的自動物 就是我沒有那麼常在用的 首先一樣是Mono蜻蜓牌的那個版型的筆 只是它是聯名款的 美樂蒂 這好像是同學送我的 接下來是這個 應該是你們在市場局都很常會看到的筆 我還有一支藍色的 不知道要跑去哪 今天介紹的都是我基本上都會用的筆 然後還有一些筆 可能在外公外婆家或是爸爸家 翻了很多筆圖 直去處 我英文班的同學送我的 電三的 同一款的 這個我有一張是很愛用 這個是在九代文具店買的 這是在韓國首爾嫩一個很大的袋手買的 三支 同一個系列的 然後這個 我記得我在書局29元買的 一年節手買 還有一個是這個 瑤瑤筆 那一年節時候還不懂嗎 就很喜歡買這些 八七十八的筆 然後這個是 一支像鉛筆的自動筆 那時候好像是因為一年級的時候 老師不總我們用自動筆 然後我就很天真的叫爸爸帶我去買一支 像鉛筆的自動筆 這時候不知道為什麼是買一支自動筆 但鉛筆 我是真的用不喜歡 三支 第二 它是有點像原子筆的自動筆 你要先按出來之後再按 然後呢 如果你用力按它就會送去 這也是在韓國買的 對 是這個 同一款的 這個系列的 然後是這個 角落生物的 美麗華買的 這個是在日本買的 0.3的 白色的 接著就來分享幾支 也是同一個系列的筆 這個系列的 Zebra的 它是0.3的紫色的 好像也是在日本買的 福甘我記得 那個時候 媽媽去福甘 然後就幫我買了兩支 這個好像是 我跟媽媽去 本來它是在一個大賣場裡面 然後 這個也是0.3的 這是一年間的時候 在另一門具店 然後 Kitty 這個也是在另一門具店 這個是在 日本機場的 免稅店 接著呢 也是要跟你們分享 我全部系列的筆最多的 這一種 UNI的 UNI的J牌的筆 超級好用 基本上我們應該還有一些 那我去拿 首先 這個是我之前很愛用的 一支筆 然後 黃色的話是0.3 橘色的是0.5 它們主打的好像就是 你寫字的時候 它會360度旋轉 它就會自動消你的筆細 就可以讓你的筆觸 都是一樣粗細的 這兩支是 魔女宅集店的 這是在福甲買的 這是在九代文具店買的 我很喜歡這兩支 奇奇拉拉的 小妹魷魚的 它們都是同一個夢幻系列的 我之前還有一支 HELLO KITTY 但不知道去哪 然後Pokemon的 這個是在 日本機場的免稅店買的 小樓熟悟的 這是在日本大阪買的 這是我英文版本學送的 接著兩個snoopy的 這是女生版的snoopy 這一支我有一陣子也很愛 這一支有點 它的粉色中帶點透明感的 分享完之後 你就順便來跟你們提一下筆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筆細的部分 筆細的話有分非常多種 軟硬跟深淺 總共有22類 是10H到10B B的話就是代表Black H就是代表Heart 10H就是最硬 最硬的相對 因為顏色就會最淺 是因為他們的傳統的筆細 是用石墨跟黏土去做的 石墨越多 顏色越深 筆細越軟 黏土越多 就顏色越淺 然後筆細越硬 所以10H就是黏土最多的筆細 筆細越柔軟的話 顏色越飽滿 顏色越濃郁 越硬的話就不好折斷 所以它就可以畫出非常清晰的線 顏色也相對的比較淺 在B裡面來講的話 數字越大 顏色就越深 現代的筆細製作的話呢 比較多是偏於石墨加合成數值 石墨越多 一樣顏色越深 筆細越軟 合成數值越多 一樣顏色越淺 筆細越硬 一般數據是不會賣到22個種類的筆細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買這麼多種不同種類的筆細的話 還是建議到比較專業的數據去買 因為這種通常是比較畫畫會用到 一般顯字不太會講究這麼多 就是簡單跟你們分享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